主料,卷心菜500克,五花肉200克,辅量,油,盐,蒜葱,干辣椒,生抽,蒸鱼豉油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卷心菜撕开,洗干净,葱和蒜切好备用,五花肉切片,蒜葱切片,干辣椒洗净,油锅中蒜葱和干辣椒爆香,放入五花肉炒香, 然后加入卷心菜,然后放入适量盐,生抽和蒸鱼豉油,炒云即可,烹饪技巧,包菜的质量以及求坚实,包括紧密,质地脆嫩,刺刺黄瓣,清白者为好,包菜不宜切,包菜容易失去水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